這個,我們先說這個軸 這皮帶輪放半月鍵 一般都是錐度軸 這樣,這個會有錐度 所以它這一邊齁 零件圖,這邊有標一個1-10 這個半月鍵 這半月鍵,它本身 它傳遞的動力比較沒有平鍵 所以它還需要一些錐度來替代 然後再來就是 它傳進來 這主動鍵傳進來 之後這裡有一個篇 那個 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連桿 連桿 第九間,螺酸 那螺酸再傳進來 這一間,第三間 來 謝謝,謝謝,來幫我關心 謝謝啊 我們有帶單樓來 好 這樣也可以走 不要跟人挑挑 單樓 那你這樣這樣說 有公單樓 對 這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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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它怎麼回家 它自己回家 我們都吃過了 對 然後這邊,再傳給第三件 那第三件他就會上下上下運動 帶著這一個14,這個是衝頭 然後撞到這個 所以你的弓箭是放在這裡 弓箭放進去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衝下來,衝下來 衝下來這個是回轉 帶動這一根第六件連桿 他有一點點偏心 有沒有看到? 這個偏心,他就靠這個偏心爐 他只是在旋轉而已 旋轉的話,因為他偏心 所以這個連桿會上下運動 這個上下運動,他就靠這一根連接第九件 第九件帶動這一個 這個算活塞好,類似活塞 他帶衝頭 這個就定義他叫衝頭好 衝頭就上下上下運動 這樣,像體會的船 可以齁,這個偏心 所以他的行程就是上去這樣下來這樣 行程就是這個偏心兩倍的距離 看起來挺小的 對啊 這個空間這麼大 這麼大是因為還要有鋼板進去 可能有一個鋼板進去 他衝下來的時候可能要把它壓痕 所以他上去 他上去要有一個空間給他退 對,他下來的話 他壓痕可能是假設是 1mm 下來的時候是2mm 最大 上去的時候是0 假設預留1mm在這邊 OK 假設這個厚度是放在這裡 這樣 他衝下來 就衝不到 這個為什麼要留這個距離 可能他的鋼板是到這裡 剩下1mm 他衝下來的時候 到終點 到終點的時候剛好是跟弓箭接觸 在往下1mm的時候壓下去剛好是1mm 這目前是最高點 留1mm要推薦 所以他這個如果考學科問你 弓箭有幾mm 弓箭最大能夠幾mm 就是這個 你會出現應用體 不一定 有這種考法嗎 如果是我我會考這樣子 最大弓箭可以放多少 就這裡 這個就是最大 一拍一拍 他一衝下去 壓痕最大多少 壓痕最大就 偏心的兩片 對 好 那這樣子之後我們再來看 零件圖 這個是鎖在這個孔裡面 這個是要鎖進去 這裡有螺紋 所以它是要鎖進去 所以這裡有螺紋 M32乘以1.5 那這邊就要有 M32乘以1.5 但是你這裡寫33 所以這應該是M32 那如果是M32的話 這邊應該是有 你現在這裡位不住 這是 32要考慮你位到外境 內境 你現在就要33 假設這個是內境340 應該是標的外境 外境內境都加32是外境 所以 這化螺 這螺紋應該是外圍的 32 32吧 32是大進 32是大進 所以你現在才會外圍的 還是要這樣 那不要再大進 孔是不要再大進 然後這一條 這一條都要細線 這條 外面是細內 不釋除 對 這個剛好相反 這個標在大進 嗯 對 這個是相同 這個要相同 才能夠鎖在一起 嗯 嗯 好 再來 現在射了之後 這第一件 為什麼要做這一個 為什麼要 這裡要再做這一個 因為是內孔 這是內 內螺紋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一個 這一個 排屑跟陶刀 所以你刀子這樣進來的時候 拉出去 或者是這樣 進進進進進到這裡 就推倒 嗯 在車螺紋的時候 進進進進進到這裡 推倒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烤刀浪場 一般來講 這個 逆螺紋孔都可以做完 好 好 再來 加 再來 這個是要放沖頭 這個 沖頭 這個 這個叫做 底座 好 沖頭的底座 然後這裡 鎖一根固定螺丁進去 那 這個 如果是這一件的話 這一件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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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用一個 一個 那個 圓盤鋸 把它鋸過去 所以這腳會這樣 圓弧形 好不好 嗯 好 所以如果要畫這一個零件的話 應該是 在這個地方 這應該是一個 圓盤的鋸刀 這樣 寬度這麼寬 然後鋸過去 才對這個 這樣 好 好 那如果是用端鋸刀 走這樣 端鋸刀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邊停 抓起來 這邊就是垂直的 這樣 垂直 這邊就會 圓弧 嗯 那個就是端鋸刀 嗯 所以你看到這個 應該是用圓盤去 然後那邊 好 再來 第 一件 第二件 這件 這個地方 羅文 楊羅文 射回去 進來 進來 到這邊 好 這樣 這個 試圖沒有問題 這個是對的 試圖這樣對 這個也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一件 這個 這件 這件 是 對 所以這邊 要標一個追度 這邊 有一個追度 這邊 有一個追度 1-15 好 好 好 我來 這一個 這一個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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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這種齁 你如果像這樣 37.5 那 你只標 這個 20 你又標這個 那你不知道 下面是多長 上面是多長 因為它不是圓 因為它不是圓 嗯 因為它不是圓 如果是圓的話 圓心在這裡 你就可以不用 不用理它 那現在是平的 所以你應該是 把中心標在這個地方 標在仕途與仕途之間 然後往上多少 往下多少 所以應該是標這樣子 中心距離 那這邊 這邊可以不用標 然後標 這一個 最大 嗯 好 來 最大尺寸一定要標一下 人家要買 去買材料的時候 就是取最大尺寸 買一個 好 那這個試圖可以 畫一邊就好 看你要選擇這一邊 還是要選擇這一邊 如果像這樣子 嗯 怎麼知道它是這裡 還有凸一個圓的 這裡 好 那如果說 這一邊是 凸出來是圓的 那你就選擇這一邊 這邊這一邊的圖就不要 因為這個是標它的中心距離 或者是標這個外型 嗯 好 那你這個如果標角度 你這裡要標角度 這個就不用了 嗯 你只要標 要不然你就要標這一個地方 然後標角度 嗯 好 我們這個來看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去看 好 標角度 然後再來標這一個 標這一個 標中心距離 標一個總長度 這樣就可以 嗯 好 那這一個不要 然後再來 這一個你可以 標這裡 好 角度就可以 不用標 嗯 那這個如果是 剛好特別腳的話 就標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寬度 切線 好 可以 好 再來 空 好 這樣 大致上試圖 有完整度都有夠 我們現在看相對尺寸 相對尺寸 相對尺寸 就是 有 配合的 有配合 有配合 那現在這個孔 這個 沖頭是在這個孔裡面跑 對吧 嗯 所以這個一定要與細配合 因為它是孔 所以我們才 極孔字 你就標 H7就沒問題 嗯 好 那因為它有滑動 所以呢 這個 表面出照度有0.8 可以 1.6也可以 等賣3.2 好 因為車床加工 那這樣車下去 大概3.2以下 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再來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要固定這一個 固定這一根軸 固定這一根軸 有嗎 嗯 要用這個螺帽把它塞進去 把這個螺帽這樣 把這個螺帽這樣 為什麼要把它做這個螺帽 現在要做這個 它就做到這樣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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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支就做到 還把它塞進去 這樣就好 感覺 嗯 嗯 看一看 不知道它設計的原理 這裡應該是要把 油 鎖在裡面對不對 可以換油 有的話 這油孔比較 對 住在這邊 我是說 第10件 如果第10件不要 把這個直接做出來 然後鑽一個孔進去 這樣就好 對吧 有不會露出來嗎 這個 露有沒有關係 露有沒有關係 它幹嘛這邊要裝孔 裝孔是因為這個是圓形的 嗯 它要用一種 用一種扳手 是這樣子的 有一種扳手 你在四床的 四床的齁 在要開那個 那個什麼 刀具的頭 哦 我知道 它是一種構型的 哦 我知道了 你知道齁 這個就是用類似構型的扳手 嗯 那不然你就是用兩支 這樣 因為它外面這個 是圓形的 會佔空間 如果做六邊形的 會佔空間 那做成圓形的 你要做四個 所以要六床 六四個孔 一二三四十字 對稱四個孔 來 回到這個 這個如果 不做 不做 直接做 轉一個孔 就是 頂這個 這個叫連桿 連桿 它要把它頂在裡面 它才不會 在固定位置上移動 那個不是關鍵 不是 是不是控制它 不會在那邊畫 也不是 那個不是關鍵 不是 這個留給你們 回去想明天再公布答案 要記得問我 看你想到 如果有好 明天才都會問 好 那再來 好 那現在呢 這個裝上去之後 裝上去之後 這支沖頭 不能歪 對準下面這一個 所以它必須在這裡 做一個平面 第一件要做一個平面 第二件也要做一個平面 讓這兩個平面貼合 這兩個平面就是關鍵 這一個平面 中心要垂直 那下面第一件的平面 跟這個中心也要垂直 有你做起來 就是這樣 這個平面 大底 第一件的平面 結果歪掉 歪這樣 嗯 這樣它裡面那個沖頭 蓋下面 就不會 就不會垂直 就不會垂直 嗯 裝下去的孔 可能就歪一邊 好 好 所以 這一個面是關鍵 就是他們兩個配合的關鍵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基準 所以你現在基準放在這裡 基準要放在這裡 然後中心要垂直 這樣 明白嗎 然後再來 這個的基準 這個的基準 A在這裡 A在這裡 對嗎 嗯 然後這一個也要是一個基準 所以這一個面一定要平行A 嗯 A是最大嘛 對 所以這一個面要平行A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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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塊這裡 我先揉出來這裡 這個面 要平行A 好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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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 A 怎麼可以 這個不用 孔不用對陣嗎 孔對陣加一個灰就好 嗯 好 加一個灰 灰0.02它就 正位了 嗯 它這上面也要順便改 然後這一個 上面的孔 你現在是這一個孔 對齊A是沒有錯 啊 這一個 這一個是這一個面 要平行 好已經下了 對 平行 下垂直 對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Fy32的這一個 是 要垂直 正正 嗯 要垂直這一個平面 嗯 嗯 所以它在加工這一個 螺紋孔的時候 加M32這個螺紋孔的時候 它在鑽孔就要很小心了 嗯 要根據這一個 不是根據這一個 嗯 好 因為 這一個孔是 要根據這一個平面 那我這個鎖上去的時候 這個平面 才會跟這個平面貼合 嗯 所以是 這個 這個孔是根據這一個來做的 嗯 所以是 這個 這個要 垂直 這邊 這邊 所以你這一個 你還要給它一個 基準 C 嗯 應該是要V啦 但是我V拿到這邊來 這個C 好 這個V 嗯 嗯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要垂直 V 給這個 5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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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這個有沒有 下面這個孔 這邊沒有啦 因為 這個孔有沒有用到 你看 這個孔 跟它們都沒有連接到 嗯 下面這一個孔比較大 嗯 活塞那個 沖頭只是這樣 路過 好一點 所以這邊是24.5 那這個 活塞應該是24 你看這裡沒有 沒有配合 對啊 這個地方沒有配合 嗯 好 它最主要 活塞是 根據這一個 第 第幾件 這件是 第二件 第二件的 筒身 這支活塞 第二件 的筒身 這支活塞 上下是 根據第二件的筒身 跟第一件這一個孔 沒有關係 所以你這一個孔 22 對吧 嗯 這個孔22H7 然後 到這裡變24 那這一個活塞 這個 沖頭是22 下來 它根本 跟這個 24.5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 就不用 愛武配合 才需要下 幾個工廠 嗯 好 那老師他可不可以 不要做這個 哪一個 就是下面這個 不要直接做比較短 這樣子 做比較短 那一個不要 哪一個不要 就是剛才你說那個 只是讓它路過這裡 你說 抓整個車 還要 只是這邊 整個沒有了 這個地方沒有 這個地方沒有 對啊 下面都是死的 可以啊 可以 不會影響 對 那 這樣子 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他要車這樣子 車起來 你也可以整個都螺紋孔過來 嗯 嗯 這整個螺紋這樣出來就可以了 啊 這個 總部都說螺紋 啊 這個就讓它塑比較進來 這樣 好 嗯 啊 相形之下 你螺桿越長 螺紋孔越長 你塑下去 嗯 那個 那時候那個 垂直度 哦 對 越有問題 因為你接觸的 接觸的長度越長 它可能歪掉的機會就會越多 嗯 所以可能人也是這樣做 做得好 好 這樣 所以到這裡 目前 這一個可以不要 好 那這一個 還有幾 來 看一下 它現在的對秤 對秤度 這個 這一個對秤有沒有關係 對秤度是怎樣 就是說你二次加工的時候 會影響到對秤的問題 那像這個有沒有二次加工 這個 一次加工 他說他如果用車床 對這裡加工 再加工 再加工 應該沒有關係 沒有 所以 而且他又沒有做 跟別人相配合 外型 所以這個不用 這個也不用 這個也不用 這個只是外型而已 你如果對秤度 像建座 建草 它必須要有 你建座跟建草的設計 中間要放一個建 像這個對秤度就有關係 因為你在做建座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 建草的時候可能會這樣 總是外型 所以你建座的時候 要求它對秤中心 建草的時候也對秤中心 這樣組合起來的時候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外型不用 這邊 再來看這邊 這個也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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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有沒有配合 這個5 4 2 在這邊 你認為需不需要配合 來 請 這個5 4 2 哪需要配合的話 剛剛這個 螺紋 的不需要配合 的不需要那個 那個 垂直度 那個4 2 要垂直度 遮音嗎 嗯 因為它同時 你不能同時兩個 所以同時兩個 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剛才這個 請求垂直 味 是它的中心 要垂直 味 那既然你這個 5 41 H8 這裡有標 對不對 這個 要配合 那你要配合 你看 加41 加42 等於 基本尺寸要一樣 所以這個 假設這個 42 基數尺寸 比較少人用 基數 尤其是配合 好 因為它本身 除以2的話 就已經小數下一位 嗯 好 好 所以我們 如果要對稱的 那種尺度 我們的頸容 用5數 尺寸 好 那現在42 42 H8 這是1 8 ABCD E什麼配合 魚C 魚C配合 魚C配合 你配這一個 這個就不要 這個就買 因為它外面有這一個 這樣 螺紋 我可以做比較鬆 嗯 做魚C 比較大的螺紋 現在尺尺尺 跟這個 康 康 42 配在一起的時候 尺尺尺 配在一起 嗯 螺紋稍微偏過 魚C不太快 好 所以這一邊 垂直 米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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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C 垂直 這個基準面門 嗯 好 好 那這一個 中心 垂直 C 這樣就 好 相信之下 這個也就要 好 現在這個 42 這個 H8 中心 要垂直 找一個 B B 來 現在就換這個 垂直 80.02 B 好 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 這邊 這邊 可以 可以 來 可以 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最主要是 這個 攪皮帶輪 這個攪皮帶輪 就是一個先做 攪皮帶輪 孔先做 還是皮帶先做 皮帶草先做 哪一個先做 應該是皮帶 皮帶這一個輪先做 這個V型先做 不對 要這個先做 攪皮特工 這 10 那個 1比10的追度走 我已經做好 進去車床上面 不會變形嗎 進去車床上面 進去車床上面 這個是特工 皮帶輪拿來 到你去做 所以 開始切 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要標 你這個角度是標準角度 這樣 34度 皮帶輪的角度 有這個34度 所以一定要標那個34度 然後 這個對稱 這個也要 這是外型 車起來的東西 一定它會對稱 所以我們不用再把它強調 然後 因為它是追度 追度 所以你在剖面的時候 因為它是這樣追度 你投影出來的時候 你投影出來 嗯 這一個 不是我們 的 那個真實的形狀 我們要做一個 錘子斷面在這裡 所以你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先有一個 一條線 革面符號在這裡 這個革面符號 不是錘子喔 它是錘子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斜線 這個革面符號 是錘子 那條線 它就要描出來 嗯 所以你這一邊 這一邊 這個不用畫 只要畫這個就好 但是你要就要畫一個 革面符號 這樣 嗯 錘子這條輪廓線 這條 那是1比4 好 那就畫這一個就好 然後標 這一個寬度 然後 這一個寬度 有標準寬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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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查設計片 嗯 那個半月鍵 半月鍵的這一個寬度公差 這一個圓弧線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半月鍵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要畫一條 一條 一條 圓弧線 然後標 圓弧線到這一個的距離 就是它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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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個圓 這一個 這個圓 到上面的距離 好 最高點 最高點 圓的最高點 所以這裡 還要畫一個小圓弧 在這裡比較別的距離 這是CNS 標準就好 標準就好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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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錶 飄 所以你的 建座 建床 是 V-2 V-2 V-二 這裡 這邊 這張 所以 它是0.3 依靠,路 0.03 依靠,0.006 它就是根據這一個 好,所以是這樣查的 我們現在看 表述 那是劍的標格 我們要去標注一下 走開 用好 這個 好,就是要標這樣子 這個是劍做 那劍草的話 就是從它的最高點標上去 它不是在這個位置 有的地方 它就標上去 所以現在還要再換一個小器無線 無線補到那個暈心 再拉出去 再拉出去 好 只有霧 所以這一條戈面弧號要 跟這一條 跟你的追度寫線是垂直 這一條輪廓線垂直 可以齁 好 那像剛才這一個 它有P9 P9 這一個 P9 P幾這一個也是差別 這一個在表格裡面 它有 這邊 如果你 你不標 你不標那個 加減多少 那就是F9啊 N9啊 好 然後像這一邊的是 P9 N9 N9 JS9 但是你要看 半月鍵是沒有P的喔 記得半月鍵不是P 這是平鍵的 比較有P 才有這三個 平鍵的 這也算平鍵 這是H9 B10 所以你要看它哪一種 所以你要看它哪一種 像這種的是固定在這裡 固定一個槽在裡面 這是算滑鍵 這是平行鍵 滑鍵就是 那個 它的 你的座在這裡 上面 的 弓鍵可以在 左頂管滑動 這種就是 滑鍵 那滑鍵的 弓鍵是H9 空 D10 好 這種 那 這種 這種是算魚系的 好 然後再來 這種 埋頭瓶鍵 埋頭瓶鍵 它就是 放進去之後 它沒有相對運動 就不可以有相對運動 你有滑鍵的 有相對運動 為什麼要讓它故意有相對運動 你變速箱裡面 嗯 變速箱我們在打那個 變速就是讓齒輪 從 你 從動齒輪 對這顆 打過這顆 嗯 有沒有 它移過來 比如說 我們現在有四個齒輪 一二三四 四個外進是不一樣 啊我這裡有一顆齒輪 打過來 接這一個 換檔 換檔 嗯 那個 這個齒輪 那就跟那個車床那個 變速是不是一樣 嘿嘿嘿 那個 中間就是有一個滑鍵 嘿 打過來接到這一個的時候 這個齒輪再轉 那 這一根走 它為什麼對立燈就是靠那個滑鍵 嗯 它可以滑動 也可以當傳動 好 所以它放到一種的齁 你就要放到一種 像這個 它現在 它直接用這邊 嗯 是屬於 哪一型的 這一型 F9 嗯 F9 F9 它剛才有看一個 比如PA 這個前面 沒有 是說土 是不是這個 可能 那不是範例前面 範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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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可能是寫錯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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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P9 你看看 半月鍵 就是沒有PA的 這根半月鍵 它裡面就沒有P 所以它用P 這個 有問題 好 好 我們 來 這張 就到這邊 那個是什麼 表面符號 這邊 修復一下 這個不用 這個外型 對稱都沒有 就不用考慮 那這一個 垂直度 對 垂直度的話 有它的必要性 那基準面是這一個 基準面是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是跟它垂直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垂直的話 是中心 如果是中心 我們是強調中心 你只在中心 那中心垂直的話 是 要加翻 但是這一個 是表面輪廓要垂直 還是中心垂直 它是用在頭 它是用在表面輪廓 它是用在表面輪廓 對嗎 對 它是表面輪廓在跟那根 那根 插銷 插銷 是這一個 對吧 嗯 它是跟這個 手上去之後 這個面在做相對運動 嗯 所以你的 強調的是 面還是中心 面 應該是面 對 所以你要移過來這裡 那如果 它這個加工 中心都對準了 嗯 那我這樣加工 豈不是面也會對準 嗯 嗯 這個是 我們強調的問題 嗯 到時候我們 如果你是中心的話 如果你是用中心 也可以 用表面 也可以 嗯 但是 下在表面 會知道你 表示你懂得更多一點 你 到時候在測的時候 你就是要測那個表面 看有沒有錘子 嗯 嗯 如果你是要測中心錘子的話 它必須要做一個四斑 來穿進去 嗯 因為在這裡 中心測不到 嗯 好 這個地方中心測不到 哦 是 所以同樣的上面這個 口 當初這個 偏心軸 它也要下在輪廓上 輪廓上 邊上 所以它只要 把那個 測這個孔的時候 我只要把 兩表 靠在表面 上下移動 我就知道有錘子 我把弓箭坑在平台 嗯 然後 兩表的探針 錘子上下 然後再移過來 錘子上下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什麼時候要測在圓心 比如說 這根軸 要放兩個軸層 嗯 這個軸層是放在孔裡面 嗯 嗯 對吧 放在孔裡面 軸層的內環是 加在軸上面 這樣這就是圓心要對圓心 嗯 那如果我標圓心 我標那個中心要同心 這邊的走的中心跟這邊的走 中心要同心 嗯 那我怎麼知道它同心 我勢必在做這根走的時候 這裡要轉頂心孔 嗯 這邊也要轉頂心孔 到時候我是靠這兩根頂心 頂柱 頂柱 然後再用瞄瞄轉 對 看它有沒有跑 有沒有跑 有沒有跑掉 如果有跑掉我就要去研磨 修正會嗎 修正到 沒有問題 嗯 因為那個心是沒有辦法測到 那要測到的話 就必須靠那個頂心孔 嗯 這樣去修正 修正到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啊這個呢 我們是要用到它輪廓 而且是魚系配合 這斑9.5 這個斑12.5 要寫公廠 嗯 這個 譬如說 這裡 空直接寫H7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機孔製的 嗯 好 那這一個錘子 這個我們就把它改到這邊 嗯 面錘子的話 就不需要加斑 新錘子的時候才要加斑 嗯 所以這個就不用加斑 對 這個現在機在旁邊 這個就不需要 嗯 老師我問你 那這個可以用這樣走來走 走那麼多圈嗎 走那麼多層嗎 當然是 不行 不好啊 像這個你可以把它拿到這裡來就好 找一個適當的位置拿出來 好 這樣 它其實上還OK 你們的那個線條都很漂亮 來換 下一題還是換另外一 OK 換個一張 另外一張 那我們還要做 兩張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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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題 剛才這個第八 所以現在是要 哪個第八 不一樣的 那拿到正就好了 然後十後十二 好 十二我看上次 八嘛 再來畫十二 左尾這幾張 這一張先檢查 十二先